第八十一集 影子 庆诊 刘布听说过庆诊 因为罗老板的缘故 很多113号壁垒里的人 都在私下里偷偷讨论这对奇怪的兄弟 但关于庆诊的名声其实并不好 因为庆氏财团近些年杀人的勾当 都是庆诊在做 在许多人的传说里 庆诊是一个杀人都要剥皮的魔鬼 庆氏财团将成员子弟 无形中分为了好几种 一种是稳重的 他们负责整个财团机器的运行 他们干着光鲜的工作 既是财团的李子 也是财团的面子 一种是闲人 例如罗兰这样的 找个壁垒养着就好 不图他们有什么出息 混吃等死就行 一种是影子 例如庆诊 脏活全是他干 往后寄生财团没他什么事 但平日里钱却拿得最多 按说罗兰这种私生子 是没资格掌管一座壁垒的 但庆诊帮他做到了 或者说 罗兰的竞争对手 都忌惮或者依仗庆诊 所以不敢和罗兰去争 庆氏财团将一个私生子 放到了壁垒掌控者的位置 还实属头一次 这也足以看出 庆诊在庆氏财团的地位 庆诊看着刘步和洛新宇说道 说说那三个人 我是指徐仙楚 杨小锦 任小素 任小素和杨小锦 有什么关系吗 这名字听起来倒还挺般配的 刘步摇摇头 没有关系 任小素就是个壁垒外面的流民 被我们强行拉进来当了向导 他力气非常大 我怀疑他也是超凡者 庆诊摇摇头 只是力气大一些吗 这还不够吗 他能将成年男人单手提起来啊 还有那个许贤楚 虽然他的体力和力量什么的都很一般 但是他的超凡能力是从身上走出一个影子 那影子竟然连子弹都能挡住啊 听到这里 庆诊来了兴趣 他对旁边的人吩咐呢 记录 许贤楚 未完全成长的超凡者 危险系数C级 人小素 疑似力量型超凡者 危险系数F级 庆诊身边不仅有作战人员 还有许多穿着防化服的科研工作者 其中一名 就是专门负责记录庆诊的一些决定 这时候刘步忽然意识到 庆诊其实对许贤楚的兴趣更大一点 他们好像并没有把任小素放在眼里 任小素他这个也算超凡者吗 那您赶紧把他抓起来吧 刘步说道 此时他身边的洛新语始终一言不发 静诊笑了笑 抓肯定是要抓的 我想他们现在一定就在这座城市里 不过力量型并没有什么稀罕的 这一刻 不管是刘步还是洛新语都意识到 庆诊财团对于超凡者的了解程度 绝对不是皮毛而已 庆诊财团似乎对于超凡者已经非常了解了 不过想想也是 这世界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那么这些秘密被财团提前得知也很正常 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 也拥有更多的情报力量 不过好像庆诊财团现在也无法对超凡者的力量层次给出定义 只能用危险级别来涵盖他们对于超凡者的判断 这个危险级别大概就是能够威胁财团自身的等级吧 所以 例如许财图这种能够具现出自己影子战斗的 被定义为了危险等级C级 因为这影子可以无视子弹 而人小素这个只是力气大一点的 就被无视了 力气再大 你还能大得过热武器吗 拳脚最终还是怕枪炮 在财团眼里 如果一个人的力量无法超越热武器的力量 那么这个超凡者的破坏力也很有限 因为热武器这种东西 绝大多数还是掌握在财团手中的 这时候 庆真已经确认过人小素是急镇外面的流民 许贤楚是私人部队的军官 而杨小锦则来路不明 当然 即便是罗兰亲口告诉他的消息 他也未必真的信了 他向来喜欢自己去求证心中的疑惑 其实刘布不清楚 相比较任小素和许贤楚而言 庆真明显对杨小锦更感兴趣一点 按照刘布的说法 杨小锦分明很了解火种公司和其他财团 所以杨小锦的身份复杂程度 远远超过了许贤楚和任小素 此时庆真站在城市的废墟之中 身边是破败的文明 以及彪悍的财团作战人员 身上却是一尘不染的白西装 他饶有兴致地问道 杨小锦曾展现过某方面的特殊能力吗 杨小锦 杨小锦 并没有什么特殊能力啊 刘布仔细回想了半天 好像杨小锦这个姑娘 除了果断与狠觉之外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展现出来 如果是任小素在这里 肯定就不服了 那高级跳皮筋和高级唱儿歌就很厉害吗 这能力难道还不够特殊吗 当然 任小素并不在这里 这时候 他已经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金殿 庆真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便认真地看着刘布说道 再想想 不知道为何 刘布忽然感觉有重如山岳般的压力 沉在了自己的身上 他咬牙道 杨小锦真的没有什么能力 我反而觉得您一定要提防任小素 庆诊看向洛新宇 这个任小素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能让刘布如此惦记 难道他还有什么力量以外的特殊能力 洛新宇愣了一下 任小素的特殊能力 他想了想试探道 比较气人 这个洛新宇真不是乱说的 而是深有感触啊 只是庆诊听到这个回答便笑了 他对身边的人说道 许蛮 你去带队把这三个人找出来 午夜十二点之前必须回来 收到 那个叫做许蛮的军人 竟是直接带走了六个作诈班组 用一百八十人去对付这三个人 这恐怕已经是庆史财团里 很高规格的待遇了 许蛮身为庆诊的心腹 他很清楚静山之密不容有失 今天在场的外人 一个都不能走脱 庆诊站在原地哼起歌来 似乎心情比较轻松 可刘布和洛新宇 却没有这样的心情 洛新宇忍不住看着庆诊试探道 静山里的变化 也跟这个实验室有关吗 庆诊笑道 不不不 静山的变化也在我们意料之外 我们通常称这种地方为 险胜之地 因为某个人的变化 于是整个山脉都产生了变化 只不过我们发现 静山变化的时间太晚了 所以无法确定这个人到底是谁 这事跟我们没有关系 这事跟我们没有关系 庆诊断了一下 我知道跟你们没关系 如果跟你有关系 那现在该紧张的人是我 那您打算怎么处置我们 然而这次 庆诊像是没听到似的 他只是在等待 许蛮将任小素和许贤楚 杨小锦一并带过来 就在此时 树林方向的作战部队终于回来 他们似乎还抬着什么东西 庆诊对刘布和洛新宇笑道 等会儿 可不要太惊讶 刘布和洛新宇惊讶地看向那边 他们被带回来的时候 庆市财团作战部队 好像还在处理那个实验体 那么现在的动静 是作战部队把实验体 带回来了吗 说实话 他们两个人心中也有好奇 那个实验体到底是什么 可是下一刻 他们都愣住了 只见一个多层加固的钢铁囚龙 被抬了过来 里面赫然躺着一个灰色的 人 那灰色并不是人的原本肤色 而是灰尘泥土混杂地 粘在皮肤上呈现的颜色 刘布经意不定地 打量着囚龙里那个人 对方身上中了好几枪 但枪口却没有大量的血液流出 似乎在子弹迸射进入身体的一瞬间 他们就控制着皮肤与肌肉 闭合了自己的伤口 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因为大家都无法完全掌握自己的身体 而这灰色人影的胳膊和腿上 都锁着铁链 但铁链原本是用来将这人囚禁在母处的 却被他给挣脱断了 所以刘布他们那天晚上听到的铁链声 就来自这个人吗 这一刻 刘布想起徐下残破的尸体 以及尸体上的人类牙印 他当即便呕吐了出来 之前许仙楚他们说 撕咬徐下尸体的是人类时 他还不信 现在却不由他不信了 那巨大的恐惧与恶心感 像是一只大手握住了刘布的胃 将他肚子里的一切都给捏了出来 他肚子里也没什么食物 于是吐出来的只有淡绿色的胃液 与胆汁混合物 庆着人饶有兴趣地看下刘布 看来你们对他也有一些了解 见过他撕咬过的尸体了吗 洛新宇这时候的反应 倒是比刘布强一些 他像是强自阵力下来似的温道 这到底是什么 既然被称作实验体 那当然是用来做实验的东西了 你们也别误会 这玩意儿跟我们庆世可没什么关系 他们是栽变前的产物 我们也是最近才知道 他们的存在 洛新宇似乎有些震惊 栽变前 栽变前距离现在已经过去 他们能活这么久吗 等等 你说他们 这时候洛新宇忽然意识到 这鬼东西可能不止一个 庆诊仔细打量着 囚笼里的那个人 他说道 他们好像是最近才挣脱了实验室的禁锢 就连我也很好奇 他们是如何活到现在的 这可是活标本啊 刘布打了个寒战 这庆诊竟是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做成了标本 即便那个人已经不认不轨了 忽然间 洛新宇意识到 庆世财团在这镜山里面 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来了 他们甚至调动了大量的工程作业器械 不惜耗费人力物力 只是为了寻找那个曾经囚禁着这些鬼东西的实验室 当他们意识到这实验体不止一头的时候 也意识到为何作战部队在遭遇实验体的第一时间 会立刻呼叫支援了 这是担心他还有同类在附近 刚才遇到了多少实验体 抓他时伤亡多少 只遇到这一个 都用了五个作战班组 三四十三伤 庆诊摇摇头 抓一头实验体就足够了 之后再遇到可以生死不论 直接消灭 不要再徒增伤亡 明白 有财团作战部队的军官回答道 囚龙里的实验体明显没有死 因为洛新宇他们还能看到 他呼吸是胸口的起伏 只不过他有点疑惑 灾变距离现在怎么也有几百年了吧 为什么他们还能活着 这是最难以理解的事情 一个正常人类的寿命只有几十年而已 多一点不过百年 而这实验体如果是栽变前的产物 那他们怎么在地下实验室活到了现在 这不合常理啊 就算寿命可以延长 可这些实验体在地下实验室里吃什么 庆诊站在囚龙前面笑道 我不正是为了这个秘密才想要抓住他们吗 例如人类这样的多细胞生物 都是以细胞分裂作为成长繁殖的基础 按道理说 细胞分裂应该是无限的 毕竟你能分第一次就能分第二次 甚至更多 但奇怪的是 所有人体细胞在分裂平均五十次的时候 就戛然而止 然后走向了不可逆转的衰亡 这就是人类衰老和死亡的由来 当细胞分裂五十次左右的时候 细胞就将停止分裂 然后人体器官便会衰竭下去 直至死亡 静诊看着囚龙里那个人继续说道 我怀疑这个实验室可能掌握了 让细胞无限分裂的方法 以此来提高人体的代谢周期和寿命 不过他们没想到 这么做的代价是什么 静诊将这囚龙里的生物称作人鬼 不人不鬼 这些人鬼在他看来 已经完全失去了作为人的理智 智商退化的与野兽没有太大区别 但是与智商相比的是 这些人鬼的身体力量和灵活程度 却远远超过正常人类 甚至连野兽都无法与他们匹敌 而且野兽都是遵循秩序的 就如任小素说的那样 物种依然有他们的秩序 这实验体却不一样 他们没有秩序 就在此时 那受了四五出枪伤的实验体再次苏醒 他骤然攻起身子去撞击钢铁球龙 似乎想要用蛮力 将囚龙给顶碎 结果这囚龙似乎是庆室财团特制的 不管他怎么撞击 囚龙都只是略微变形 却始终没有被他撞破 那实验体慢慢不再尝试 而是凶狠地盯着他面前的庆诊 这时候 洛新宇他们发现 不管刚才实验体挣扎得多么激烈 这庆诊都镇定得犹如雕塑一般 始终未曾因害怕而后退过一步 静诊将一柄手枪退出子弹 扔进笼子里 结果那实验体竟是一口咬住了枪体 硬生生地将那钢铁制成的枪都咬碎了 静诊与实验体对视着 他忽然说道 记录 牙齿进化 瞳孔细瑕 习惯爬行 已不属于人类范畴 疑似经过基因编辑的产物 此实验室 已为灾变前火种公司的秘密实验基地 旁边立刻有人拿出纸笔 将庆诊所说的话 原封不动地给记录下来 反观洛新宇和刘布的惊讶 其他人 好像早已习惯了庆诊的镇定自若 不知道为什么 洛新宇忽然觉得 这个在笼子外面一脸平静的庆诊 反而比那笼子里的实验体更加凶狠 而且 这怎么扯上火种公司了 拿强光照射的 有人立刻将探找灯打在实验体的脸上 结果这实验体像是非常惧怕光线似的 下意识地就拿自己的胳膊挡在眼前 明明惧怕光线 为何今天会在白天活动 是再次进化了吗 或者 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在吸引着他 让他宁愿顶着光线 也要出来活动 这时 他旁边有人平静地说道 他们惧怕光线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曾经身为人的人格 无法面对现在的自己 另一种 则是基因编辑的序列里 有野兽天象 庆诊点点头说道 嗯 这个不急 对讲机问许蛮 找到那三个人没有 我猜他们大概是利用你们抓捕实验体的空隙 钻进了这张大网里面 这个庆诊 竟然已经猜到任小素他们是何时突破封锁圈了 而庆诊现在非常想找到任小素他们三个 是因为他想知道 那些实验体之所以白天忽然出来活动 是不是被这三个人其中之一给吸引出来的 任小素此时正在一个巨大的商场里面闲逛 这个巨大的商场或许是因为建筑质量非常过关的缘故 并没有因为地震倒塌 只不过外体建筑还保留着 里面的陈设却已经毁坏得不成样子了 不少天花板的吊顶砸在了地面上 凌乱的柜台看起来灰扑扑的 那灰尘落了感觉有十厘米那么厚 那些经不起时间长和冲刷的物品 都一一腐败崩坏 也就是在这个商场里面 任小素终于看到了金银首饰 金银首饰已经全部氧化了 柜台上面的银饰全都变成了黑色 只有将它们掰断 才能从断痕的位置看到一些银子本身的白色 而金子也会氧化 这个商场里的黄金 似乎与地震后天花板掉下来的铁蟹接触时间比较久 所以表层形成了一层红斑 但这并不影响黄金本身的价值 银的东西他肯定不愿意要 这年头银子并不算特别值钱 任小素一个人能带走的东西很有限 他必须捡价值最高的东西拿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有收纳空间的好处了 一个一立方米的空间里能够装多少黄金呢 之前任小素还在忧虑自己 以后的收纳空间怎么继续升级 现在不用担心了 这里的金子恐怕足够他 银六元小玉锦 高枕无忧地生活几十年 商场里的黄金大多是首饰 而任小素为了节省空间 果断将金镯子金项链强行捏成一团 才塞进宫殿 手劲大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啊 不过即便是这样 任小素那个收纳空间里 仍然留下了许多的空隙 这让任小素感觉非常的遗憾 最后他只能脱下外套来 用外套裹起一部分黄金来 任小素在商场里还看见了钻石 可是这年头 钻石早就不值钱了 学堂张先生说 很久以前钻石是非常昂贵的 但其实钻石的存食量巨大 只是因为某些噱头被炒起来了而已 所以到了现在这个时代 不再有人鼓吹钻石 或者到了这个大部分人 都更愿意买食物而不是钻石的时候 钻石自然而然就贬值了 忽然间 任小素听到商场外面 响起整齐的脚步声 他皱皱眉头 这是钻石财团的人来了 任小素很清楚 他 许贤楚 杨小锦的存在 肯定瞒不住钻石财团 刘布既然被抓 那就一定会把他们的事情 告诉钻石财团 这时候任小素在商场里面 扛着自己用外套包裹好的一大堆金饰 宫殿里的收纳空间 已经装得满满当当 甭管许贤楚和杨小锦 有没有达到他们此行的目的 反正任小素是满赛而归了 也许许贤楚他们是为了超凡者 与世界进化之谜而来的 而任小素其实现在打 心底对那个秘密并不是很感兴趣 如果这座城市里的族域养生还在营业 那他可能还会有点兴趣 所以任小素现在想的就是 搂倒一些金子 然后跑路 可是现在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听到外面传来 庆石财团作战部队整齐的脚步声 任小素皱了皱眉头 重新退回到了商场里面 看来是刘布被抓后 已经向庆石财团透露了他们的存在 不过现在任小素一点都不慌 这商场很大 任小素觉得就算这些作战人员进来搜 也很难找到他 更何况这座残破的城市这么大 建筑那么多 就算庆石财团的几千个作战人员 什么都不干了搜遍整个城市 恐怕也得十天半个月的时间 才能把整个城市搜个遍吧 庆石财团的许蛮带着作战班组 在满是灰尘的街档上走着 他们已经处于随时准备开火战时状态 因为按照刘布的说法 许贤楚和杨小锦都是相对比较危险的人物 尤其是许贤楚 已经达到了C级危险级别 至于任小素这个人物 其实大家对任小素的判断都差不多 普通流民 力气较大 有杀人技巧 但威胁性不强 不是许蛮和庆诊他们盲目自大 而是刘布也不知道任小素的真实底牌 到底是什么 许蛮是个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职业军人 他也很清楚 如果任小素只是力气大一点 那么任小素在热武器面前 会有多么不堪一击 任小素藏在商场的一个破旧铁架子后面 他确保自己完全处在阴影之中 并且不会被外面经过的人发现 这间许蛮带领的一队作战班族 慢慢地从破碎的大门前走过 任小素稍稍松了口气 此时 许蛮带着作战班族走过一个拐角后 忽然停住脚步 他转身对身后的军人说道 那座建筑里的一些物品摆放位置 和我记忆中不同 有人来过这里 说不定还在里面 恐怕任小素都想不到 庆市财团里面 竟然还有如此恐怖的作战人员 竟然心细如发 而且记忆力惊人 其实任小素并没有怎么翻动外围的柜台 最多只不过碰到了一两个而已 但即便是这样 还是被许蛮给发现了 许蛮很谨慎 他先是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似的从商场经过 等到在确认远离商场之后 立马呼叫支援 试图包围整个商场 他们小心翼翼地折返回去 其他的五个作战班组也已经靠近过来 他们头盔内的通讯频道 远比想象中的还要方便 许蛮带队慢慢地朝正门走过去 就像是普通的巡逻一样折返了回来 并没有什么异样 他们的作战靴都是硬抵的 在水泥路面上走路 不可能完全没有声音 所以他们假装正常巡逻 是比较好的选择 然而任小素听到这个脚步声的时候 就已经在内心里叹息了 第八十四集 孤军奋战 他很明白这世上心存侥幸的人 都不会活得太长久 如果这时候他还以为对方没发现自己 那就太愚蠢了 这庆室财团的作战部队突然折返回来 不管他们装得再怎么漫不经心 任小素都明白 这一定是事出有因 顿时间 任小素有点心痛了 他将包裹着的黄金外套慢慢放到地上 决定舍弃他们 如今要逃命了 他不可能要黄金不要命啊 即便他现在力气再大 但背着一包黄金终究会影响他的速度 甚至会影响他的平衡性 任小素向来拿钱当做工具 喜欢但却从不沉迷 始终如此 不光是黄金不要啊 任小素连外套都不打算要啊 因为这时候想要把外套从黄金下面抽出来 都一定会闹出极大的动静 他转身轻盈地朝商场深处跑去 这商场很大 也有好几层 外面恐怕已经被包围了 任小素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去试探 某个门外有没有人 万一一开门就被人扫一梭子的子弹 估计他当时就凉了 所以任小素要往上面跑 在记忆中 这座商场旁边就有一栋奇高的建筑 这个商场附近曾经便是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商业中心 所以商场也不是孤零零的 任小素不是莽撞的人 许蛮能够通过观察入微的能力 发现有人藏匿在商场里面 任小素在进入商场之前 也同样会先给自己寻找退路 这两栋建筑之间的距离大概有二十多米 任小素有信心凭借自己现在的力量与敏捷 一跃而过 许蛮带着作战班族 慢慢进入商场楼梯 他们打开了自己的战术手电 一点点朝着黑暗渗透进去 只不过刚进入没多久 许蛮便看到任小素丢弃在地上的外套和黄金 他在通讯频道里说道 确认目标踪迹 目标已发现被我方围捕 正朝其他方向前逃 目标非常谨慎 这时候 庆忍的声音出现在了通讯频道里 发现的是谁 可能是那个流明任小素 还未见到目标 无法确认 没见到目标 怎么就猜到是那个任小素的 发现什么线索了吗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堆黄金 我估摸着 只有那小子才会对黄金这么感兴趣 庆诊笑了起来 他也同意许蛮的叛断 许蛮楚和杨小锦的目标 明显是静山的秘密 这样的两个人 一定不会被黄金这种东西吸引 起码黄金不会是他们的第一目标 谁跑这么大老远 经历了那么多危险与恐惧 结果就为了扛走一袋黄金 如果是任小素听到这话 肯定第一个不服气 黄金那么可爱 凭什么就不能扛走他 之前罗兰和刘布他们说 任小素就是个流民 但庆诊并没有权限 他是个多疑的人 即便大家都说任小素只是个流民 但他仍然不会对任小素掉以轻心 也许之前的一切都是任小素伪装的呢 其实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民呢 每一个出现在这里的人 都可能是冲着静山秘密来的 都可能另有身份 然而这一刻 庆诊笑了 他忽然就觉得 任小素可能真的对静山的秘密 其实不怎么感兴趣 起码对黄金的兴趣 排在了秘密之前 这个任小素很有意思 抓住他来将 收到 下一刻 庆市财团的作战部队 犹如一条条黑色的毒蛇一般 迅速游进了商场 目标向二楼逃逸 目标向三楼逃逸 许蛮一直在通讯频道里面 更新着他们掌握的信息 这时候他们已经在地面上 找到了任小素的脚印 这建筑里 满地都是多年积累落下的浮灰 人只要踩上去 就一定会留下脚印 找到任小素的行踪是一件好事 只是许蛮在考虑一个问题 这座建筑总层高有六层 总高度恐怕有三十到四十米 任小素这么一路逃上去 最终的结果 只可能是无路可逃 任小素是傻子吗 为什么要往绝路上逃 许蛮带着作战班组 一路向上追去的时候 就在回忆着自己之前 遭遇任小素的所有细节 这少年在发现 自己等人折返回来之后 便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黄金 并且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 对方贪财却不练财 在发现自己处于危机关头之时 没有任何侥幸心理 便放弃了黄金 按照一般人的思维 可能会带着黄金跑一阵子 发现黄金比较碍事 才会下决心丢掉 这是人之常情 然而任小素不是这样 他丢弃黄金的行为太果断了 许蛮已经明白 自己遇到的这位少年对手 并不简单 对方有着强大的求生本能 还有非常清醒的理智 而且就算他们要捕猎的目标 真是傻子 他也会把对方当作最聪明的人来对待 这是战斗素养 那么任小素一路向上逃逸 是因为那里有什么生路吗 明明就是一座独立的建筑 任小素还能往哪里跑 不对 许蛮忽然想起这座建筑的旁边 似乎还有一座相邻十多米的建筑 要稍微矮上一点 任小素说不定可以通过跳楼逃走 之前没有想到这一点是因为 许蛮下意识地认为 任小素不可能一步横跨这两栋建筑 因为许蛮他自己都做不到 这里有个思维误区 人类通常会以自己的能力 来衡量别人的能力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就下意识地觉得别人也做不到 但他许蛮做不到 不代表任小素也做不到 许蛮在通讯频道里大声说道 不爱围坐着班组 去封锁隔壁那栋大楼 现在再去围困乡邻的那栋建筑 可能有些晚了 只是许蛮有点想不明白的事 如果这任小素真能横跨两座建筑 那么他的力量与速度 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 许蛮对其他作战班组成员说道 你们继续往上追 说完他自己掉头下楼 静止朝隔壁大楼跑去 这个时候 许蛮心中已经坚定地认为 任小素绝对不会在天台束手就擒 那少年一定会横跨两座大楼 就在他刚刚冲出自己所在那座大楼十步 抬头便看到任小素从自己脑袋顶上飞了过去 少年在空中的速度快到惊人的地步 对方将自己的身体舒展到了极致 然后轻飘飘地落在了对面的屋顶之上 那一瞬间 许蛮感觉自己好像是看到了一只飞鸟 许蛮深吸一口气 他一边往隔壁那栋建筑跑去 一边在通讯频道里说道 目标任小素的实力需要重新评估 同复 目标实力需要重新评估 这少年远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这绝不是他们通常定义的F级威胁目标 可以做到的身体力量 许蛮冲进建筑里面 便沿着楼梯疯狂地朝楼顶跑去 然而这时候 所有身处这座破碎城市的人 都听到一声巨响 轰鸣声在残破的城市里 犹如一圈涟漪般向远方扩散着 像是一声桑钟骤然敲响 许蛮站在黑暗的建筑内朝外面望去 他心中惊艳 这是什么声音 似乎就发生在 第85集 图穷笔线 午夜杀鸡 前一刻 也就是人小素横跨两座建筑的那一刻 他沸腾于空中时 忽然在夜空中 看到更前方那栋断的摩天大厦上 竟然有人 他本来就是循着 折断的摩天大厦而来 所以他现在距离摩天大厦 并不算太远 下一刻 他在屋顶上站定后 望向摩天大厦的断层 那断裂而又扭曲的钢筋 让摩天大厦宛如一只魔鬼的触手般 要刺入天穷 那断层上面 有个鸭蛇帽女孩在月光中 凭空具现出一杆巨大无比的狙击枪来 只见女孩一脚踩在断裂墙体边缘 双手将那杆大狙架在了自己撑起的那条单腿上 上层 瞄准 任小素不知道杨小锦这杆狙击枪是怎么变出来的 他只是豁然看向杨小锦瞄准方向 正好看到探照灯下身穿白西装的庆枕 任小素身处杨小锦和庆枕中间位置 所以他还能勉强看清庆枕那边的情况 原来杨小锦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别的 不是什么为了探亲 也不是什么为了靖山秘密 他从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要杀这个白西装青年 之前任小素就深思过 杨小锦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还拥有着自己的情报机构 所以杨小锦提前得知庆诊会出现在这里便说得通了 如今在这靖山腹底 杨小锦女孩终于图穷笔线 展现出了他最强大的杀机 任小素的高级枪械技巧忽然在脑中回旋 他看着白西装青年的方向 远距离狙击目标必须要考虑多方因素 杨小锦与白西装青年相隔的距离 甚至已经到了要考虑地转偏向密的地步 如果没有参照物该如何进行狙击 此时白西装青年身旁不远处的洛新宇低着头 长发从面前垂下随着微风不断晃动 当风在某一瞬间停下来的时候 洛新宇的发丝也停了 任小素恍然明白 就是现在 洛新宇不知何时已经正开了手上的枷锁 他竟是从浓密的长发里摸出一柄黑色的匕首 刺向庆诊身边的保镖 那保镖不禁反退 他手中亮起的白色光芒 犹如两柄扇子似的朝着洛新宇绞杀而来 旁边的刘布都吓傻了 他没想到自己认识的洛新宇像是忽然变了个人似的 以往那个娇低柔弱的洛新宇去哪里了 这不会是谁假扮的吗 洛新宇手中的匕首像是艺术品似的 可在他纤细的手中看起来充满了力量感 周围的作战部队见此情况 都纷纷举枪朝洛新宇所在的方位瞄准 如果庆诊的保镖不敌 他们就会立刻开枪封锁洛新宇的路线 防止洛新宇刺杀庆诊 可洛新宇并不是为了要杀谁 他似乎只是为了给杨小姐争取一瞬的时间 不管是庆诊还是保镖 亦或是那些作战部队成员 都没想到那最终的杀机 在远方的摩天大楼之上 洛新宇只是阳攻了一下便转身退去 短短一瞬时间便退入身后建筑里的一片阴影之中消失不见 就仿佛他在那片阴影里打开了一扇能够跨越空间的门 那是洛新宇的能力 恐怕就连人想素都没想到 在他们的队伍里竟然还藏着一位超凡者 而且是演技最好的那个 这变故让所有人都应接不暇 然而此时庆诊豁然转头 看向摩天大楼之上 他感觉太阳血在刺透 轰的一枪 杨小姐那狙击枪口的枪火 像是一头暗夜火龙 骤然绽放出一抹血色 那保镖余光中看到枪火 便立刻放弃追逐洛新宇 回到了庆诊的身边 保镖所思的职责是保护 而不是杀敌 保镖怒吼道 军医者 杨小姐和庆诊之间的距离 让保镖争取到了时间 子弹虽快 却也只是相对的 当距离被拉长后 即便子弹击杀敌人 也需要跨越漫长的空气 与黑夜 只见保镖用自己的身子 挡在了庆诊的身前 而那手中两柄白光扇子 正正挡在自己的胸前 他本可以尝试推开庆诊 可庆诊是普通人 想要推开的 还是太慢了 时间犹如静止 一枚巴掌长的狙击子弹 在空中撕裂世界 他旋转时带起的力量 让空气都扭曲 穿透夜空 探照灯的光柱 把庆诊身边照得如舞台 而那枚子弹 却像是穿透了光柱的间隙 跨越千米 来到了舞台之上 砰的一声 那枚携带着巨大旋转力量的子弹 与白扇子相撞 那白扇子 一点点的破碎开来 在某一瞬 保镖甚至觉得 自己可以看清 那巴掌长的银色子弹上面 有什么花纹 紧接着 子弹卷入肌肉与心脏 进而穿透过去 带出放射性的血花 这枚跨越上千米飞来的子弹 竟然相继打穿了 这位超凡者的能力与身体 才最终掉落在地面上 那两面白色的扇子很坚韧 却依旧抵倒不住死亡 血液在空中飞溅 只是刹那间的功夫 就将庆诊的白色西装染红 那白色西装上的点点血迹 就像是刚刚在寒冬里盛开的梅花 可直至此刻 庆诊都依然平静如常人 就仿佛那枚子弹 不是朝他蹦射而来 可惜了 庆诊叹息道 旁人也分不清他说的可惜 是指自己死去的那位超凡者保镖 还是指自己那一身白色的西装 平常7.62毫米口径的子弹 在枪口时动能可以达到2600胶 而12.7毫米大口径子弹 甚至能达到15000胶 但其实如此简单的数据 依然很难让人很直观地想象 当一枚狙击枪子弹击穿你的时候 力量到底有多大 庆诊的保镖是超凡者 让人很吃惊的是 就在各个财团大肆抓捕超凡者的时候 庆诊竟然将超凡者收为己用 这一刹那间 这位声名昭著于财团之间的庆室静虎 站在探照灯的中心处 就宛如身处自己的舞台 他弯腰捡起地上那枚子弹 笑道 哼 暴徒终于盯上我了吗 庆诊身边的人愣了一下 竟然是暴徒出手了 那个隐秽间传说于财团圈子的组织 庆诊转头看向刘布笑道 身为经纪人 竟然都不知道自己的主子是超凡者 你也真够蠢啊 安心去吧 这个时代 没有废物的容身之地 这间庆诊抓住刘布的头发 竟是徒手将那枚巴掌长的子弹 给扎进了刘布的眼睛里 刘布紧紧发出短促的痛呼 便没了动作 庆诊双手鲜血淋漓 此时此刻 任小素站在屋底 他呆呆地看着杨小锦一击不成 便立马起身收枪 丝毫没有拖泥带水 就仿佛他已经知道 即便自己再怎么开枪 也很难再有杀死庆诊的机会了似的 下一刻 狙击枪的枪口吊转过来 竟是瞄准了天台上的任小素 任小素似乎都能察觉到 对方在瞄准静候的一丝促瞎 任小素当时就慌了 你他妈没完成任务 不应该再补对方一枪 第八十六集 这也太坑了吧 你他妈没完成任务 不应该再补对方一枪吗 瞄我干嘛 但是杨小锦好像非常坦然 失败也就失败了 过去的一切都不值得回头留恋 轰鸣一枪 不过这一次的枪火 并没有什么惊艳之感 因为任小素站着没动 那枚子弹都没射中了 任小素是最了解杨小锦枪械技能的人 所以他知道这一枪的目的不是为了杀自己 而是为了 在庆史财团面前 以自己撇清干系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也太草率了吧 难道纯粹是为了给洛新宇出妻吗 突然间 任小素看到刚刚失踪的洛新宇 出现在摩天大楼之上 他朝任小素挥了挥手 像是打了个招呼 紧接着他拉起杨小锦的手 将杨小锦一起带入了暗影之中 任小素这会儿看得简直目瞪口呆 他看着已经空空如也的摩天大楼 再看看庆史财团那边 如同蝗虫般的作战部队 你们就这么走了吗 不带我一起吗 眼看着庆史财团作战旅的大部队 都朝这边逼近过来 任小素有点欲哭无泪 你们把火力吸引过来 倒是可以通过超翻者的能力一走了之 但你们有没有考虑到 可能会坑了别人啊 这也太坑了吧 说实话 任小素是真没想到洛新宇 竟然与杨小锦是一伙的 甚至杨小锦刺杀庆祯 都没能让他这么惊讶 这时候 任小素回忆起自己与洛新宇他们第一次见面时 自己要求把王从阳给换回去 结果洛新宇暗中看了杨小锦一眼 别人没发现 但任小素是发现了 后来吃鱼的时候 杨小锦喊上了洛新宇 有人骚扰洛新宇的时候 杨小锦又及时出头 那个时候 任小素只当杨小锦是身为女性的原则促使她这么做 却没想到 这两人原本就认识 还在所有人面前演了一出好戏 两人演的戏并不是那么严谨 但足以骗过任小素 许贤楚 刘步了 洛新宇只是一个女孩 那么多私人部队的军人都死了 结果洛新宇却一直活到了最后 这本来就应该引起任小素的怀疑 当他没有看到这个结果时 那些真相就隐藏在自己身边都无法发现 可当他看到结果再回想过程时 那一点点细节就重新浮现在脑海里了 任小素看着前面黑压压的作战人员靠近过来 便感到无比心痛 大意了呀 果然越漂亮的女人就越危险 这个准则原来不光是用于谎言 而这两个女孩一直留着刘步 其实只是为了让刘步帮忙洗脱洛新宇的嫌疑 最终由洛新宇去帮杨小锦锚定庆诊的位置 以及争取一瞬的时间 唯一意外的就是 他们没想到庆诊身边竟然有超凡者 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也要把庆诊保护下来 庆诊何德何能 能让一个超凡者如此追随 就在此时 天台上秀记铁门被人撞的支离破碎 任小素抬手便开枪射击 封锁住了对方的路线 他看了一眼周围咒骂一句 草 话音刚落 许蛮便透过破碎的天台铁门 看到任小素骤然加速冲向天台的边缘 他试图射击拦下任小素 结果他举枪的手腕 跟不上任小素快速移动的速度 整个破碎的城市里 身穿黑色作战服的作战人员 就像是一条条吐着杏子一般的毒蛇 任小素不能再打 他必须在对方合围之前逃离这里 之前任小素心想 他和杨小锦许仙处一起进入这城市的封锁圈 即便要逃亡 他肯定也是逃得最快的那个 结果没成想 人家杨小锦和洛新宇竟然会作弊 任小素从天台之上一跃而下 对面的屋顶和他所在的天台有十多米的落差高度 但任小素有自信 保证自己没事 许蛮冲到天台边上想要对任小素补充射击 结果当他冲到天台边缘的时候 就只能看到任小素远远的背影了 那背影一路朝着城市的边缘逃逸着 许蛮在通讯频道里大喊 目标朝十点钟方向逃逸 收缩封锁圈 在城市之外的森林 依然有着庆市财团封锁圈的存在 那里有着数不清的作战班族 正在等候未知的危险 然而没想到 竟然是一个流民先撞了上去 在此之前 似乎没人把这个流民放在眼里过 任小素狂奔在城市的街巷中 他自从跳下天台之后 就尽量不往高处跑 只是怕自己成为火把子 他一边狂奔一边心想 徐贤楚竟然一点动作都没有 这种鬼时候 好歹有个人分担一下火力也好啊 这座破碎的城市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棋盘 任小素这枚小的棋子 在棋盘上快速跳动着 而在棋盘上 他这枚小小的白棋 已经再无队友 那些全副武装的黑棋 要将他赶尽杀绝 任小素疯狂地朝城市边缘的树林跑去 那是112号壁垒所在的北方 也是镜山深处火火山的位置 他知道 前方一定还有作战班族在等待着他 那里有一张网 会随着他的到来而张开的 可任小素现在别无选择 只有那里 才有他的一线生机 可是忽然间 镜山腹地更深处 忽然传来暴动的声音 任小素豁然抬头朝远山看去 他竟看到山脉深处 一抹火光喷出 等等 这是火火山要爆发了 继续还是回头 任小素表情发狠 这个时候还管什么火山不火山 能活下来才能考虑其他的事情 他身后的许蛮看到火山这一幕 也愣了一下 要知道 现在进入火山爆发范围 是非常危险的 别说再往前走了 如果火山真的爆发 恐怕他们现在掉头就跑 都来不及了 很多人以为火山爆发 仅仅就是山体附近的生物 会遭殃 那是他们低估了火山的真正威力 说不定 这方圆几十公里 甚至上百公里 都会变成一片火海 但许蛮只是犹豫了一瞬间 便在通讯频道里说道 继续再见 已经逃亡这城市边缘的人小素 回头望了身后的城市翼 那庆史财团 犹如黑色铁杀般的洪流 已经快要来到身前 任小素此时再无犹豫 反身一头扎进了北方的森林 散落在森林里的 庆史财团作战班族 在收拢封锁圈的时候 队形显得异常有层次感 他们的动作 就像是演练过千百遍似的 哪个班族作为先锋 哪个班族作为外围殿后 都分工明确 北方森林里的作战班族 已经接到围捕人小素的命令 即便是此时身后火山爆发上 也并没有影响他们执行命令 这时候 通讯频道里传来许蛮冰冷的声音 目标百遍冲刺速度为三秒九二 力量为之 各作战单位注意 格杀无论 第八十七集 许贤楚在此 谁敢占武 目标百遍冲刺速度为三秒九二 力量为之 若作战单位注意 格杀无论 恐怕任小素都没想到 庆史财团手里 到底掌握着什么样的技术 这作战部队里 竟然还有人专门远程评估作战目标的力量 与速度 只不过任小素暂时还没有显露自己真实的力量 所以作战部队还无法评估而已 原本庆诊对任小素是很感兴趣的 而且搭上了张景林那层关系 其实庆诊是想留着任小素有其他用途的 可现在他不想等了 唯捕与唯杀只有一字之差 却完全不同 森林里的七支作战班族几乎同时拉响了枪栓 他们的枪口斜锤向下 随时都可以迅速抬起开枪射击 而且 这七支作战班族 已经立刻切换了他们区域的通讯频道 这是防止外部通讯干扰到他们的行动 这一刻 这210人就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序列 可以先斩后坐 这向来是庆诊所带部队的习惯 庆诊认为 如果一支独立行动的作战序列 连决定权都没有 那这战争机器也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战斗力 庆诊财团里曾经有很多人指责过他的统兵方式 但庆诊没有接受过别人的意见 以前不会 以后也不会 而庆诊财团很多大人物却不知道 这让许多士兵都愿意来给庆诊干活 因为庆诊时常会让他们体验到被信任的感觉 这时候庆诊看着倒在一旁血泊的流布 有作战部队的成员 再次对流布的尸体进行仔细搜身 结果这时候有人拿了一个叠好的破烂人偶 这是他之前扛着的 这是什么玩意儿 庆诊重霉道 似乎就连庆诊这样的人物也没见过这东西 作战班组在树林中慢慢收缩封锁圈时 已经打开了战术手电 按照许蛮从流布那里得来的信息 任小素身上应该是有枪的 并且还有从私人部队那里缴获了三个弹夹 但是庆诊财团的作战人员 并不惧怕他们打开灯光就会成为靶子 毕竟任小素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同时射杀三十 如果任小素真的敢开枪 那么他身边的战友一定能第一时间把任小素打成筛子 树林里的七支作战班组正在向城市靠近 而许蛮则已经带领着六支作战班组朝森林包围过来 为了抓一个人就出动数百人 任小素这也是享受了钱无仅有的待遇 然而他们还是低估了任小素在荒野上的能力 曾经任小素之所以同意来当这个相当 本身也是因为他有足够的敌气 静世财团的作战部队虽然凶悍 但他们在丛林之中的经验 还是差了任小素太远 当许蛮带领着六支作战班组 与树林里合围过来的作战班组越来越近时 忽然一个黑色的影子从树林里疯狂冲撞起来 那黑影浓密如沫 行动起来快如鬼魅般灵火 这森林里的树木似乎根本无法形成障碍 北方作战班组毫不犹豫直接开火 可是黑影似乎早有准备似的 竟然向右侧跨步横移 就让那些子弹全部落了空 黑色的影子横移之后并没有停下来 只见他身影忽然向前清醒 只见一个剑步 并已经冲到了最前方作战班组的人群里 当敌人拥有强大的热武器时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任小素问过张景林 当时张景林说 当然是冲进他们的人群里啊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不会乱开枪了 他们的身边全是队友 而你的身边全是敌人 任小素不确定张景林教他的法子是不是开玩笑 但就现在看来应该是奏效了 只见那个作战班组所有人都拔出了自己的战术匕首 因为黑影速度太快的原因 他们确实会担心自己的子弹武伤占预 可是对于任小素的黑影来说 他们这些正常人类真的太慢 也太弱啊 黑影完全无惧匕首是否划生 他只需要一拳就能了结一条性命 忽然间 黑影抬腿朝着一名作战人员胸口的踹去 那名作战人员竟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飞出五米开外 其他作战人员心中惊惧 这力量大的有些夸张了 即使赶到的许蛮便远远看到这里有黑影晃动 等他看清那黑影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便惊起来 不是追着任小素吗 之前没人说过任小素还有这种能力啊 此时任小素忽然开口大喊 徐贤楚在此 谁敢杖我 任小素用影子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他不是怕暴露了自己是超凡者的事实 毕竟你都快死了 还管什么超凡不超凡呢 他只是害怕暴露了自己可以复制别人技能的事实 任小素之所以冒名许贤楚 也是因为他远远看到许贤楚还没被抓住 而且庆世财团肯定已经通过刘布得知了许贤楚的能力 任小素已经见过好几个超凡者了 梁小锦可以凭空具现出一杆无匹的狙击枪 许贤楚可以具现出自己的影子 落心雨可以穿梭于暗影 庆诊的保镖可以具现白扇 那一刻任小素仿佛有种错觉 好像超凡者都是大白菜似的 但他的超凡能力不同 一个能复制所有人超凡能力的能力 算是什么等级 任小素不知道 搞不好庆世财团发现他可以复制别人能力后 对他更感兴趣了怎么办 刚才任小素逃亡路上还在想 这世上到底有多少超凡者呢 很多吗 但仔细想想好像不是这样的 而是静山和庆侄将他们全部吸引了过来 此时的许蛮听到任小素的吼声 他之前的疑惑终于解开了 并在通讯频道里通报信息 之前情报错误 目标不是任小素 目标是许贤楚 其实他们判断任小素之所以是任小素 只是因为他们觉得身为流民的人小素应该对黄金更感兴趣 但他们并没有什么直接证据认定任小素的身份 首先是他们没有见过任小素的模样 其次就算他们见过任小素和许贤楚 可任小素的脸已经脏到没什么辨识度了 而且任小素还穿着孙君正的作战服 他和许贤楚就连衣服都是一样的 按照庆世财团之前掌握到的信息来对比 许贤楚可以具现自己的影子来战斗 而且战斗力非常强 甚至无具子弹 虽然任小素的这个影子是黑色的 与流布描述不符 但许蛮下意识地就觉得 这可能是光线的问题 也许这影子白天就变成灰色了也说不定 这边庆世财团的作战人员 原本听到任小素的豪言壮语 许贤楚在此谁敢占我 以为目标是要跟他们决一死战 结果这目标转头就跑了 刚刚有几发子弹和任小素本体擦肩而过 但任小素直到现在都是毫发无损 他知道这不是自己躲得好 也不是庆世财团的作战人员枪法太烂 而是严六元许的怨开始起作用了 任小素担心地皱起了眉头 也不知道六元现在怎么样了 他必须尽快摆脱庆世财团 不能再这么冒险下去了 第八十八集 处处都是绝路 等他跑出了大概一百多米的距离 才终于收回自己的影子 影子在人群之中横冲直撞 任小素甚至不再控制他去精准打击敌人的要害 而是更加粗犷的 直接用身体来进行摧毁式撞击 要知道 任小素自己的力量 就已经相当于接近三个成年人 而他的影子却是他的两倍 所以根本不需要打击要害 只要影子撞到谁身上 谁就是粉身碎骨 在庆世财团的包围圈里 影子孤军奋战 犹如一夜偏周 仿佛随时都会人死灯灭 可让人意外的是 这影子不管挨了多少伤痕 仿佛都能永远战斗下去似的 在影子与任小素之间 阻拦着许多作战人员 当任小素召回影子的时候 这影子宛如一列火车一般 硬生生在人群之中 撞出一条血路 影子召回 必须与任小素身形合一才可以 同样 任小素想要释放影子 他也只会从任小素的背后分离出来 当影子回到任小素身边时 他的身上已经被打出了许多伤痕 那些伤口 就像是伤在自己身上似的疼痛男人 影子逃离时也挨了好几枪 打得任小素差点疼得吐血 大颗大颗的冷汗 从他的脸上背上滑落 任小素忍着痛苦 只能咬牙继续逃命 难怪之前许贤楚的影子扛了子弹 许贤楚自己的脸色也白了一些 原来这影子也是有副作用的 只不过任小素不知道的是 如果许贤楚在这里一定会非常惊讶 许贤楚曾经自己测试过 一旦影子经历高强度的运动 一定会导致本体精神力枯竭而消散 那个时候 本体会恶心 呕吐 凶闷 生不如死 但任小素这个影子 与他的完全不同 那个时候任小素问宫殿 可否评定精神力数值 结果宫殿回答是 无权限告知 任小素在树林里玩命地逃亡着 因影子带来的疼痛迟迟不见消退 任小素这时候意识到 影子不能乱用 如果他打算用影子代替自己送死 就要做好那疼痛入骨髓的痛卷 影子死一次 他就等于死一次 任小素剧烈地喘息着 他不是没受过伤 但这疼痛比真实的伤口来得还要真实 不过让任小素感到安慰的是 影子并未因为受伤而消散 他还有一战之力 身后的庆室财团作战人员 就像是一条条黑色的猎狗 紧紧地追着不放 如果不是任小素前进速度比他们快 恐怕真的就麻烦了 任小素并没有跑直线 而是试图慢慢甩脱身后裂骨的追击路线 很快 竟是财团甚至有些分不清 任小素到底在哪个方位 直到这个时候 任小素才聪了口气 毕竟被几百人追杀的压力太大 他准备隐藏在树林里喘息片刻 然而就在此时 他忽然听到前方传来铁链声 任小素站在原地捂着胸口惨笑了起来 这他妈 人生处处是绝落 任小素曾在远处看到庆祯他们拘进笼子里的实验体 但他听不到庆祯的话 所以他不知道实验体不止一个 任小素以为往北方逃亡的路上 最大的障碍可能是火山 结果没想到是这些实验体 按照声音来判断 任小素一瞬间便发现 对方来自三个方向 也就是说他遭遇的实验体 最起码有三头 那哗啦啦的铁链声越来越紧 任小素再次听到 那实验体口水滴落在腐败树叶上的声音 影子与他并肩而立 任小素在心中大致估算着 也许影子能够解决两只实验体 但他自己能不能单独解决一个 成了大问题 前有四头实验体 背后有数百人 这一刻全都想置任小素于死地 任小素有枪 但如果开枪就会立刻暴露自己的位置 到时候庆祝财团的人被吸引过来 他被前后夹击就真的完了 而且实验体如果近距离突袭 枪还不如匕首用出来 他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匕首 那是杨小锦交换给他的 然而这一摸 任小素便大惊失色 匕首竟然不见了 这时候 任小素忽然回忆起 杨小锦在离开之前 曾经假装不小心撞了自己一下 匕首恐怕就是那个时候 被杨小锦给摸走了 任小素哭笑不得 这姑娘真是个不吃亏的容 明明说好是换给自己的 结果竟然还给摸走了 人与人之间那点信任呢 真是无情啊 任小素感慨 这杨小锦的偷窃技能一定也很高 要知道 急镇上可没有人能悄无声息地 从任小素身上偷东西 他内心叹息 没有匕首 该怎么办呢 不过任小素不知道的是 寻常刀刃已经很难割裂这实验体的皮肤了 就算子弹打进去 也只会瞬间被对方的肌肉锁闭在表层 直接抱头也不行 因为头颅是人体骨骼最坚韧的地方 这些实验体早就不怕子弹的威胁了 除非子弹直接穿透眼睛 然而这些实验体的速度与他相差无多 任小素想要射中眼尖的概念 几乎为零 他的枪械技能只是高级 并不是完美 就在此时 任小素身后传来风声 他下意识地弯腰 一股恶臭的风便从他头顶掠过 任小素站稳地定睛一看 他赫然发现 这竟然是一头不知什么时候靠近他身边的实验体 只不过这头实验体的手臂上 并没有铁链 实验体手臂上有铁链 靠近了会被发现 这大概都成了一种惯性思维 可是任小素没有想到 未必每只实验体都是带着铁链的 而且不带铁链的实验体 就算在树林里穿梭也能不发出声响 这一点就太可怕了 任小素朝背后摸去 他皱起眉头 刚刚那一下自己的后背还是被抓伤了 那里有五条血液 他怀念起急阵来 在急阵虽然也有危险 但只有当你展现出自己虚弱的时候 才会被人趁虚而入 而这里不一样 身前身后的人全都想要置你于死地 任小素试图向后退去 然而他退一步 那四头实验体便前进两步 某一刻 任小素忽然觉得 这些实验体出现在这里并不是什么偶然 他们像是冲着自己来的 那四头实验体在地上手脚并用地爬行着 那头手臂上没有铁链的实验体 悄悄爬到了一棵树上 犹如一只巨大的蜘蛛 任小素想不明白 究竟是什么样的实验室 竟然把这些活生生的人 给变成了这般模样 第八十九集 我要七次感谢自己 这时 有一只作战班族 从任小素身后几百米的地方经过 不过他们似乎已经完全丢失了任小素的踪迹 所以就算只隔了几百米 也没有发现任小素他们这边的状况 任小素观察着这四头实验体的反应 当作战班族经过的时候 他们竟然也都停滞了下来 仿佛他们也不想被这作战班族干扰到这次狩猎 任小素心中有种怪异感 但他顾不上别的了 当这些实验体的注意力被作战班族吸引过去的刹那间 任小素果断驱使这影子扑了上去 在这一刻 任小素竟是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很想把这些实验体引到庆史财团内部 可是他更担心那几百个人 直接乱枪把所有活物都给灭掉 相比庆史财团的几百人来说 任小素更愿意面对着四个实验体 当影子冲向地面上的三只实验体时 树上的那头实验体 当空朝着任小素扑来 任小素微微后撤一步 他落地的左腿肌肉瞬间紧张 浑身的力量都在汹涌奔腾着 当实验体来到面前的那一颗 任小素一拳朝对方面门垂去 犹如炮轰 可是他低估了实验体的灵活程度 对方在空中肆意扭曲着自己的身体 竟然硬生生地避开了任小素的拳头 甚至还有余力伸手去抓任小素的胳膊 任小素心中一惊 立马收手并且再次后撤一小步 与此同时 他抬脚便将面前的实验体 给踹出几米远去 那实验体趴在地上 只是微微抽搐了一下 便重新爬起来越向任小素 忽然间 任小素身上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 那发自骨髓的撕裂感 让他浑身暴暗 肌肉都颤抖起来 只见影子被三个实验体缠在一起 实验体们疯狂地撕扯着影子的躯体 其中一头实验体 甚至一口咬在了影子的腰上 影子的力气足以单手举起实验体来 他将一个实验体狠狠地朝地上灌去 可这实验体 比任小素想象中的还要结实 这一砸之后 竟然像没事一样 这就是没有武器的劣势了 任小素没法将这些实验体一击毙 最终谁被耗死在这里 还真的说不定了 任小素要回家 即便这回家的路上 只有血和荆棘 因为没法用力气立刻杀死实验体 最终就连影子都开始渐渐不知 因为他要同时面对三个可怕的怪物 那些怪物在影子身上撕咬着 每一口都像是直接咬在了任小素的身上 痛觉从特定的部位 向中枢神经传递着难以承受的信息 这些疼痛形成极其复杂的信号 在神经网络里疯狂暴走 以至于他的正常意志都受到了干扰 抬手变慢了 手也在颤抖 面前实验体多次尝试着进攻任小素 都被挡了回去 但他也渐渐发现 自己的敌人好像在越来越迟段 越来越虚弱 任小素眼睛一片吃虎 他忍受着剧烈的疼痛 几乎都要流出泪来 这么多年来 任小素从来没有哭 甚至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他扶着一旁的树干喘息着 这里的每个人都想要他死 实验体想要他死 庆史财团也想要他死 可他偏偏不想死 影子不是万能的 或者说是世上所有的超凡能力 都不是万能的 任小素需要武器 即便他现在的感谢币 只有九十三枚 他对宫殿说道 给我武器 现有感谢币九十三枚 未达到解锁武器权限 喂 我说给我武器 任小素的声音 像是沉落进大海 我说我要死 给我武器 此时 时间仿佛忽然动静 任小素看着不像自己那头实验体 在空中越来越慢 慢到几乎为零 宫殿在这时终于开口 检测到死亡气息 是否开启封印 任小素迷茫 开启什么封印 未知 那开启这个封印的代价是什么 失去 任小素亚异道 失去什么 你总得告诉我会失去什么 我才能决定自己开不开这个封印吧 一切 任小素忽然对宫殿嗤之以鼻 老子回到现在流了多少血 吃了多少野菜树根 现在你说让老子失去一切 老子就得失去一切吗 凭什么 而且你知道一切代表什么吗 黄金 钞票 身上的枪 严六元 小玉姐 甚至是身上的衣服 你一个破宫殿要我的衣服干什么 宫殿不再说话 任小素有点惆怅 喂 你好歹讨价还价一下呀 任小素看着夜色中的树立 看着那逼近的杀鸡 空气中定格的零时间 再一点点解锁 实验体扑向它的速度 也越来越快 那实验体凶狠的牙齿张开来 想要吞噬任小素的内脏 甚至要瞬息它的血液与骨髓 马上就要死了吗 任小素看着这一幕 可他还没活够呢 下一刻 任小素苍白地笑了起来 不就是要七次感谢吗 他在脑海中平静地说道 我要七次感谢我自己 第一次 我感谢自己面对机会时从不切弱 第二次 我感谢自己面对危险时从不畏惧 第三次 我感谢自己面对磨难时从不妥协 第四次 我感谢自己面对诱惑时 总有底线 任小素在脑海中的声音越来越大 直至如雷霆般的轰鸣 朕的宫殿都在摇晃 第五次 我感谢自己从不虚伪 刹那间 任小素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 红亮如鼓 第六次 我感谢自己清醒如初 从不迟疑 他又听到了风的声音 风掠过皮肤的纹理 城市里正在检测实验室方位的科研人员 忽然抬头 北方检测到巨大的能量正在喷 宛如烈日的出声 任小素与其平静而又决绝 第七次 我感谢自己在生活的泥潭里 一路高歌 披荆斩棘 宫殿沉默片刻 来自任小素的感谢 加七 已获得解锁武器权限 是否解锁 解锁 解锁武器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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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集 重新评估危险等级 忽然间 时间上的锁像是也随之融化瓦解似的 任小素静静地看着面前正朝自己扑来的那头实验体 他手掌向虚空中握去 仿佛要握住莫名的力量 一刀劈开生死路 千军万马不回头 下一刻 一柄黑色的刀 骤然出现在任小素的手上 刹那间 只见任小素咬牙横着 他浑身的筋骨与血肉 都在这一刻沸腾到了极限 额头的青筋也在不停地跳跃 哗啦一声 锐气隔开皮革的声音 如此突兀地出现在树林里 那原本凶残至极的实验体 竟在这柄黑刀面前 直接被劈成了两段 任小素愤怒 生与死 才是这世界的本质 那实验体的眼中出现了茫然 他似乎想不明白 任小素手里的刀是从哪里来的 也不明白这一刀 为何就是终结 淡黄色的血液顺着黑色的刀 流淌到了地面的斧叶上 任小素倒提着刀 看向战场之中 不知怎么呢 当任小素从虚空之中握住刀的那一刻 影子的手里也多了一柄刀 那黑色的刀与黑色的影子融洽至极 似乎本就是一体 当刀出现的时候 缠住影子的三个实验体 立马便要放弃自杀 可是他们这时候想跑 已经来不及了 只见影子一刀斜坯下来 顿时将面前的一头实验体 再次斩成两段 他没有停顿 而是一个箭步冲上去 从背后按住一只实验体的波格 将对方狠狠地按在地面上 动弹不得 实验体的力量极大 可是被影子按住的时候 就仿佛一个无力且垂死挣扎的野兽 影子一刀砍断了他的头颅 只剩下一头实验体逃进了树里 但任小素知道 这实验体根本逃不远 任小素站在原地凝视着眼前的黑影 但曾经带给他的疼痛 依旧在刺激他的神经 但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战斗的畅快 原来 这就是超凡者 此时 供电说道 开启支线任务二 获得一千枚感谢币 可解锁武器中级形态 任小素和实验体的战斗 终究还是吸引了庆视财团 毕竟激烈的战斗总会有声响 而庆视财团虽然丢失了任小素的方位 但他们一直在树林里来回搜寻 当有人发现战斗声时 第一时间在通讯频道里发出集结的指令 犹如黑色的铁杀被磁铁吸引过来似的 以许蛮为首的庆视财团快速向事发地点靠路 只是让许蛮失望的是 当他们到达战场时 目标已经消失不见了 一开始把目标许贤楚搞错认成任小素也就算了 现在竟然还把许贤楚给跟丢了 这让许蛮心情十分沉闷 几年时间了 许蛮还是头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遇到这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 许蛮在树林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去 地上腐败的树叶与树枝被他们踩得哗哗作响 许蛮拉下自己的护目镜看去 他突然倒吸了一口冷气 只见前方几具实验体的尸体 已经被利器切割得分崩离析 这些实验体淡黄色的血液洒在地上 其实不是很明显 但那破碎的尸体却让人触目惊心 收拢尸体 看看有几个实验体参与了战斗 根据许蛮的猜测 许贤楚在撤退后 应该很快就遭遇了这些实验体 然后发生了战斗 这时候 作战班组的战斗人员 已经把附近所有的尸块都捡尸了回来 拼凑在了一起 四个实验体 还有一个实验体的胳膊找不着了 不过应该就在附近 这里穿鞋色的脚印只有一个 实验体是赤裸的 所以 怀疑参与战斗的人类 只有徐贤楚一人 许蛮点点头 他开启公共通讯频道说道 老板 许贤楚的能力需要重新评估 他一个人杀掉了四头实验体 说着 许蛮低头看向地面上一片树叶继续说道 不过许贤楚也受伤了 这里有他的血迹 庆诊站在探照灯的光线处 这里亮如白昼 他想了很久说道 能够单枪匹马杀掉四头实验体 还真是让人吃惊啊 调整徐贤楚的危险等级 B级 记得把徐贤楚的血液样本采集回来 入库备案 知道 许蛮接到指令后 立马安排身边的人 对那片树叶上的血迹进行了采样保管 这个时代里 血液所含的DNA至关重要 庆诊背着双手站在原地疑惑着 徐贤楚和杨小姐 都已经现身 洛新宇也露出了自己暴徒组织的身份 可任小素呢 你们谁见任小素了 他们还不知道 任小素已经成功地把锅甩给了许贤楚 他们认知中那个危险等级为B级的超凡者 就是任小素本人 B级是什么概念 整个庆诊财团标注B级的超凡者 都已经是极度危险的人物了 许蛮在通讯频道里回答道 没有见到任小素 可能他根本没有突破进封锁圈 嗯 有这个可能 庆诊点点头 如果回归他们一开始的认知 那任小素也不过就是个F级的小人物而已 遇到庆诊财团的封锁圈 下意识的就退 也很正常 之前刘布也说了 其实任小素一直很坚持要绕开庆诊财团的 庆诊笑了笑 要是抓到任小素就好了 说不定以后 还能成为应对张景林的一个筹码 张景林重情义 这是整个赛北都知道的事情 不过没抓到也不可惜 不管是112号壁垒还是113号壁垒 都在庆诊财团的掌控之中 等到任小素回去 庆诊财团大可以随意拿捏他 许蛮看着树林前方 任小素的脚印一直朝北方火山的方向延伸进去 似乎是已经朝北方逃走了 他没有继续追击 从战场中的血液数量来看 许贤楚肯定没受多大的伤 这个时候他们在追击 已经太晚了 只是许蛮有些震惊 他们白天的时候 那么多人围捕一头实验体 都三死十三伤 可现在竟然有人 能独自杀死四头实验体 而且 这些实验体身上的伤口极其平整 他们曾经测试过 就算是锋利的战术匕首 想要割破实验体的皮肤 都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行 这个许贤楚身上的秘密 远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多 许蛮已经决定问责 113号壁垒的私人部队高层军官了 他们竟然都不知道 自己的私人部队里 藏着这么一个可怕的超凡程 这些事是什么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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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